大家好,我是RTThread陈峰,目前在RTThread主要负责生态建设与运营,非常荣幸有机会分享RTThread开源社区建设实践与思考。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包含一下三个方面,首先介绍RTThread是谁,然后从项目代码工具文档生态推广四个方面介绍RTThread开源社区的建设,最后总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RTThread,RTThread是一款小而美的互联网操作系统,主要运行于设备单或者说硬件单,它不包含云单的。 那这里有提到物联网操作系统,物联网操作系统是指以操作系统内核为基础,包括如文件系统、图形库等较为完整的中间件组件,具备有低功耗、安全、通信协议支持和云单连接能力的软件平台。 这里的操作系统内核,它可以是一款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或者说Linux等。 RTThread目前托管于Github采用Apache License 2.0协议。 在Github上一个基本的数据情况,STAR数6K,FORG数3.4K,贡献者357位。 另外在Gating码云上是有镜像仓库的。 在设备单目前RT3的装机量,我们能统计到的数据是装机量超过10亿台的。 我们看一下RT3的架构图。 RT3的架构分三个层次。 一个最底层是RT3的内核, 往上是RT3的平台层。 这上面是RT3的软件包,中间键层次。 RT3内核是RT3的核心部分。 它包括了内核系统中对象的实现, 比如多线程机器调度,信号量, 邮箱,消息队列,类层管理,定视器等。 在Canel旁边是LAB CPU和BSP。 LAB CPU是指芯片移植相关的文件。 BSP是指板级支持包。 它们是与硬件密切相关的。 一般来说是由外设驱动和CPU的移植构成。 这里的内核层。 RT3内核也是传统的嵌容式实时操作系统, RTOS RTOS。 这部分完全由我们自主开发维护的。 RT3的目前支持多种芯片架构, 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市面上常用的芯片的主流的体系架构。 比如Armor核的, Armor的Quad M0,M3,M4,M7,R4,Quad A8,Quad A9, 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比较热门的Rescue5。 当然还有Mibs32,X86,Andes,CSGuy,PowerPC的不同的架构。 那在内核之上是RT3的平台层。 它有多个不同的组件组成。 当然上面还有包括我们对外的API的接口。 组件是基于RT3内核之上的上层软件。 它包含有虚拟的文件系统,设备框架, 低功耗管理等等。 它采用模块化的设计, 可以做到组件内部,高内计。 组件之间是第五核的。 软件包是运行RT3的物量网操作系统平台上的。 是面向不同应用领域的通用软件。 RT3提供了开放的软件包平台。 这里采放了由官方提供的, 或者说由开发者提供的软件包。 为应用开发者提供了众多可以承拥的软件包的选择。 这也是RT3的生态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些软件包它具有很强的可重用性, 模块化程度很高。 极大的方便应用开发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造出自己想要的系统。 RT3目前已经支持的软件包数量已经达到了350个。 比如在物量网方面支持的软件。 常用的软件包有MQTT Weibo Clean存在。 脚本语言方面支持了JS MicroPython。 多媒体方面支持了OpenMain工具包类的软件。 这里主要是指一些调试类的软件包。 比如CMN Backtrace, EasyFlash, SenseView等。 系统相关的有RTGUI, Personal UI, ExcoNet, 数据库等等。 另外在嵌入式AI方面有支持比如说TesfinalNet, NOM神经网络框架等等。 那在云平台方面比如说对阿里云, 腾性云,微软云等等都是有相应的软件包。 那这些软件包对于应用开户者来说, 它不需要去重新做自己的应用的时候, 不需要重新去做移植。 只需要勾显下来去配置参数即可使用。 另外,ArchThread, 除了有自己的一套API, 那还支持C++API, 以及PostXAPI, 方便于一些Ninux上应用, 嵌移到ArchThread之上了。 那ArchThread主要是采用C语言编写, 浅显移动。 它具有方便移植的特性, 提供了非常强的伸素能力。 它可以从一个运行在ARM科特门林芯片上的极小类核, 那这份当然主要是指运行ArchThread的内核这一块。 中等的Armor的Code M3, M4,M7系统是运行于MIPS, Armor Code A处理器上。 方句话说, 对于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系统, 可以通过方便应用的工具, 裁剪出锦西奥3KB Flash, 1.2KB RAM类层自然的内核版本。 对于资源丰富的物量网设备, ArchThread又能使用在线的软件包配置工具。 配合系统配置工具, 实现直观快速的模块化裁件, 无缝的导入丰富的软件包功能。 实现类似安卓的图形界面和触摸滑动效果, 或者智能语音交互效果等复杂的功能。 总结一下, ArchThread我们讲它的特性是小而美, 那它的小, 主要体系下在说, ArchThread体积小, 易裁剪的特性, 可以做到当用户需要一个适用的操作系统的时候, 可以轻松地进行裁剪, 适应到不同的场景需求, 而不占用过多的资源。 而美则是指ArchThread优化了使用和开发体验, 增加了小程序, SMP多核调度, PSA安全支持在多项使用的新功能。 使ArchThread系统能够实现灵活极简的应用开发, 也能拓展至众多高性能、高安全的应用名誉。 下面是ArchThread这些年的一个发展之路。 ArchThread的最初诞生于2006年, 最初源于ArchThread的创始人熊布祥, 他是由于朋友的项目需要, 要去使用一款ArchThread, 但当时对市面上的ArchThread都不太满意, 并且项目也没有那么急。 同时自己也想动手写一个牵入式操作系统的念头, 所以就开始有了这处ArchThread。 那在发布的时候, 熊布祥就选择了开源开放的方式去维护和发展ArchThread, 希望打造一个开放开源的牵入式实施操作系统。 发布之后, 其实因为当时市面上还是有不少款的操作系统的, 能得到的那一款新的牵入式操作系统, 能得到的关注是非常少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全靠创始人的坚持, 然后不断去打磨这样一个项目。 直到2007年, ArchThread因为CodeM3以及STM32的大量被市面上的工程师开发者所使用。 那ArchThread加上CodeM3加上对KMDK编译工具的支持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说ArchThread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可使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ArchThread。 那到2001年的时候, 才成立了公司。 成立公司的原因在于说, 有客户需要ArchThread的技术支持, 所以才开始的。 到2017年, 我们才开始发布, 才开始前面的启动IoTOS的战略, 去发布ArchThread的3.0版本, 增加了许多物联网的特性。 那持续18年, 我们的大版本发展速度就变快了。 2018年发布了ArchThread4.0版本, 2019年, 我们终于开始发布了自己的一款IDArchThread的Studio。 到2020年及去年, 我们发布了ArchThread的Smart粉和微乐盒版本。 那在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过程中, 我们始终坚持三个立场, 开源开放中立。 ArchThread将近15年的发展历程。 那在这15年里, 也有非常多的产品在使用ArchThread, 比如, 充电宝, 烤箱, 高铁, 打印机, 掺带, 手表, 手环, 摄像头, 耳机, 甚至于包括卫星, 火箭之上。 所以, 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 ArchThread是经过了大量的产品的验证。 所以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那谈到操作系统, 我们不能离开生态。 不能不谈到生态。 那ArchThread的物理网操作系统和生态, 我们认为它包含几个部分。 首先是芯片类, 比如说MCU类的控制芯片, 连接类的芯片, 比如WiFi, 蓝牙芯片, 边缘芯片, AI的芯片, 这个是目前做AI的非常火爆的。 那我们占助于说, 做嵌入实战的AI。 对吧。 那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开发者, 这里包含应用开发者, 以及芯片驱动开发者。 那物理网操作系统,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云辅沙, 比如阿里云, 腾讯云, Cloud等等。 有了这些基础的东西之后, 另一个在于说, 我们的应用, 能够覆盖到哪些应用场景。 那这里有掺带, 智能掺带, 家居, 水表, 电表, 智慧城市等等。 那一款操作系统最终有了这些应用, 有了这些开发者, 那它需要在硬件单能够提, 硬件单能够输出。 那这里有相关的一系列的硬件厂商, 比如说Vivo, 格力等等。 下面谈一谈, ArtThread在社区建设上的几个方面所做的事情。 那一个是项目代码。 那在项目代码, 我们从2006年到现在, 其实一直是致力于持续的维护和开发ArtThread。 第一个谈到是说, 项目的发布上线只是起点。 2006年的时候, ArtThread开始发布的时候, 其实是发布在BBS上, 就是那时候的一些论坛, 一些做嵌入式单评机的线上的论坛。 那个时候有慢慢开始发布的时候, 是有一些开发者关注到, 但是还没有人真正去使用。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需要创始人, 项目的团队能够持续去坚持, 虽然没有人使用, 需要自己不断去打磨好产品, 让它的使用门口变得更低。 到第一个版本在论坛, BBS上发布的时候是0.1.0版本, 到0.3.0版本的时候, 开始在Google Code上进行发布。 那时候当然也建立了相应的Google Group, 那时候到后面有不断的版本连带, 开始有些用户的使用来讨论一些问题了。 那后面由于Google Code的关闭, 那RT3开始从Google Code迁移到Github上。 从我们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到, 09年开始, 我们就基于Github来做项目的回复和开发。 在项目早期的时候, 其实RT3是没有人力来写文章的, 只有一堆代码。 那怎么去让这些开发者能够使用起来, 让他们能夺得懂代码来使用更好? 其实这个时候, 对项目开发者的压力还是挺高的。 那RT3早期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注重代码的规范的。 所以对很多开发者来说, 他需要去理解24的时候, 他可能我们没有文档提供, 他只能看代码。 但我们的代码的风格还是非常简洁的, 而且是比较懂得, 也提供了必要的注视。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文档的时候, 那我们只有打好自己产品的, 自己项目的代码的基础。 让他变得更容易读懂。 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 其实RT3已经经过了很迷茫的时候。 因为发布了这样一个项目, 使用者是什么样的感受? 有没有人使用? 其实都是个问题, 都是一个考验对于项目的开发坦队来说。 在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像0.2.1,0.2.2等等, 这些不同的版本那个时候, 一个版本支持的硬件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吧。 到后面, 其实经过一段的迷茫期之后, 当然也由于硬件的发展来说, RT3也开始慢慢意识到是说, RT3要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开始去关注用户, 在使用圈入式操作系统的时候, 他们会关注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引入了组件。 这个阶段其实像我们的DFS虚拟文件系统, 以及LWIP, Mini行调试界面Share的组件等等, 其实也都是在关注开发者使用的时候, 所提炼的一些基本的功能特性, 然后开始加到RT3的上, 然后开始有自己的组件了。 开发者使用的时候, 也会发现非常的方便。 这一部分就开始变成RT3的一个特色了。 终于开始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不断的在坚持, 不断的在维护。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RT3的也开始有一些外部的开发者加入进来, 也开始定期做一些活动的交流。 比如说在KFC, 在汉堡王等等做AA制的交流活动, 最惨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参加这种线下的技术交流活动。 所以还是煎熬吧。 当然, 定于我们的主要的维护团队来说, 因为其实是业余时间, 早期的时候是业余时间在维护RT3的。 那在这个时候, 自己的工作其实也挺忙的。 比如说我们的主创, 我们的创始人熊穆祥那时候是做2G, 3G手机协议站开发的, 要去读几千页的英文的协议站文档。 所以还是蛮煎熬的。 那有时间来做自己这样一个枪数式操作组统, 算是苦中作乐吧。 那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 RT3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使用到, 也开始有越来越多发展者加入进来做贡献。 越来越多的应用开发者, 在做产品的时候选择RT3的。 所以这部分其实也应该算得上是说, 无形擦流流成音吧。 另外一部分, 下面一个主要是讲到关于工具思维。 其实在RT3的我们内部来说, 我们其实一直很看重工具思维, 而我们认为很多的工作或者功能, 其实是可以通过工具去做到的, 去解散人力, 提高效力的。 那包括之前提到的说, 项目代码这部分。 RT3从一开始只有一个陈测的Keller, RT3的内核。 那到发展成有自己的组件, 其实这也是一个工具的思维的体现。 因为这些组件其实都是可以重用的。 只要RT3的内核适配了不同的硬件, 那上面所有的组件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都可以去使用。 某种程度上说, 这其实是提高了开发效率的, 然后甚至进一步降低了使用门槛。 特别一些组件, 这里一些组件,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以太网协议协议站, LWIP。 那如果完全靠应用开发者自己去移植使用, 其实这个还是一个蛮有难度的事情。 那RT3把它抽象成自己的一个组件, 让它不断的去迭代, 然后让它变得更稳定。 所以对于西亚使用这部分功能的应用开发者来说, 它的门口变得开始低了。 另外一个部分是说RT3有自己的组件, 有不同的组件, 然后还有更多的软件包等等。 那有这么多的软件包组件中间件之后, 如何去配置一个自己想要的系统呢?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做了一款ENV的配置工具。 这个一个ENV配置工具, 那它主要是基于类似于Ninux的MenuConfig这样一种方式来开展。 那后面由于MenuConfig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是基于mini行的界面, 对于很多的应用开发者来说, 它觉得并不是很方便。 所以RT3开始做了RT3的City IDE, 可以把过去的mini行的界面方式, 改变成了以现在图形化的界面, 通过鼠标点击就可以去配置系统。 那进一步去降低使用门口提卡, 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文档。 一个软件系统, 它最重的生命力就是文档。 因为如果没有文档, 它的规模还是很难的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时候RT3是因为只有代码, 所以能够使用它的人,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那后续开始去重视文档, 输出更多的一些案例的时候,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开发者, 来加入RT3的, 去使用RT3的。 那包括说我们在13年的时候, 开始有第一个版本的RT3的编程纸栏。 那个时候其实这样一份编程纸栏, 也是完全靠社区的开发者来共建的, 一起来写出这样的一份文档的。 那在持续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其实一直到17年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份文档, 只有RT3的编程纸栏。 另外也就是一些开发者, 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所发布的一些博客, 而没有一个更加体系性的文档。 所以在17年的时候, 我们专门有一个小组, 来赞助于RT3相关的文档采出。 所以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边的第二张图片里面, 我们其实建立了完整的文档体系, 从新手指导到不同版本的系统上手移植, 然后应用笔记等等, 甚至包括开发工具的使用, 都有比较完整的文档。 那在这个过程中, RT3也有不同的书籍出版, 包括几本中文书籍, 以及在海外出版了一本书籍。 那这么长大的文档, 其实对RT3来说, 如果完全靠自己去做,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是说, 去善于利用社区开发者的力量。 那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网络编程的文档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举办线上的学习活动, 去招募不同的开发者, 去完成我们布置的任务, 然后每个人去产生定应的文档。 最终RT3的工程师会对这些文档进行汇总, 然后对它的规范进行修改, 然后交由不同的开发者去审阅文档的正确性, 最后汇总成一篇比较系统的文档, 甚至说是几百页, 然后它的体系非常好的一个文档。 那这也是RT4的一个保护的经验, 是说我们是从开源开始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好的用开源的方式, 去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那在这些文档开发过程中, 涉及到文档的管理、协作等等, 所以我们是有一次建议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一直在去尝试使用不同的文档工具, 比如说Markdown对于写代码的工程师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了, 然后配合Markdown通过不同的工具, 比如说Pandoken,Dorgan等格式的注释文档, 包括Github,Getting的协作, 甚至说一些协作文档工具, 比如说腾性文档,石墨等等, 能够将不同的开发者, 不同的用户产生的文档去管理起来, 然后去做好协作。 另外一个方面指的是在生态运营方面, 生态社区运营方面, 那RTT的社区生态运营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是, 正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位是大学计划, 那RT4的大学计划, 我们目前来说, 已经有超过100所的高校在开课教授RTT, 也和43所的大学共建的联合实验室。 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去面向大学的老师, 去开展RT4的培训, 去培训老师学会使用RT4的, 然后由老师去开发课程分立, 然后去讲述学生等等。 然后另外一个曾经联合实验室, 再一个我们去申报教育部的参与员的项目, 去和更多的学校老师去建立合作关系, 去做教学的课程改革, 去编写教材等等一些事情。 那在大学这一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说, 我们在举办和赞助一些竞赛。 那这一部分赞助竞赛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目前过去一直有在赞助的教育部A类的竞赛, 前国大学生枪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智能车竞赛等等。 那另外我们围绕学生和开发者这一单, 我们一直在举办自己的应用设计竞赛。 这是关于这两块。 那还有一块是技术会议这一块, RT4的每年其实是开展了非常多的向下活动。 那这一线活动它包含培训技术沙龙, 开发者大会, 开发者大会, 以及举办线上的主题直播等等。 那在, 比如说在线下培训这块, 19年我们大概办了有27场的线下。 20年由于疫情影响没有开展, 今年21年我们已经上半年已经开展了10场的线下的培训。 那开发者大会19年开展了三场, 20年由于疫情原因影响只在深圳开了一场。 然后21年我们计划是至少是上海跟深圳两城, 但是这个规模可能会比以往都要更多一些。 除了这些面线工程师的事情以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针对合作伙伴的。 那我们定义我们的合作伙伴包含有开发者, 对吧。 那目前在RT3的Github的Monster之上, 有357位的开发者在贡献代码。 那另外RT3的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是芯片厂商。 那目前我们已经和超过30家的芯片原厂 是建立了直接的合作关系。 那其他的包括在生态上, 刚刚上面有一页我们刚提到生态上, 包括云,包括应用等等这些部分。 RT3的其实以软件包的方式去实现这些生态合作伙伴的这些价值体现。 那目前已经有超过116个软件包的贡献者。 那这里这些软件包, 其实也包括像腾讯云、阿里云、微软云等等。 甚至于包含一些应用的软件包。 这里其实有不少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厂商所贡献的。 有了这些开发者,有了这些大学计划。 一个很重要的是人才计划。 人才计划这一部分。 那目前过去RT3的有在开展RT3开发者的能力认证。 我们希望这样一项能力认证得到行业内的认可。 那目前我们将这样一项认证开始升级, 和中国电子学会依法半导体网合同等公司共同推进, 升级为千万世人才能力认证。 更大范围的去推动行业, 千万世行业的人才标准。 那这目前来说主要是RT3在国内的一些情况。 目前还有RT3在海外, 我们也是在开展专线的推广。 除了当然也提到我们在海外开始出版的英文书籍。 我们有开始在海外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比如说Tether,Facebook等等渠道。 最近我们将在9月份, 会在海外举办一场全球RT3的物联网插作系统技术大会。 那到时候会有更多的海外的开发者, 来分享他们关于RT3的一些技术话题。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关注。 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以开发者为中心, 我们认为它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需要去关注开发者的体验, 关注他们的问题, 然后去不断地迭代, 去修正我们的项目, 在文档, 在工具各方面的一些体验, 让开发者使用的更适合。 第二个, 我们需要去关注用户的需求, 关注用户场景。 那我们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它会用在哪些地方, 它需要什么样的特性, 那对于RT3是否能满足, 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然后去反馈到自己的roadmap里面来。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 我们认为投入看源社群运营, 是一件需要长期有耐心的事情。 它不是一年两年能见到效果的, 需要三年五年十年, 长期期坚持, 长期期投入, 而不求诽谤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始终要保持空奔心态, 不断地保持自己知识的迭代, 对用户需求的响应的迭代等等。 我的演讲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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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